疫情三年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全国善下同心抗议 现在已经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 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科学精准防控 因时因事不断地优化调整各种防控措施 中国的各项疫情防控的各项策略措施 是完全正确的 防控的成效是巨大的 现在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依然存在 我们一直在跟踪研判 即使做好预警预测 而且我们现在也制定了 不同情景下 不同场景 怎么样应对 可能出现的疫情传播风险的各种应得预案 我们还会不断地加强 各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 加快新的疫苗药物的开发 同时我们一直保持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